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雷霆昨天做客尽快遭绝杀,以三分之差吞败,赛后魏斯布鲁克,Rossil Westbrook还遭场边球迷直接走到面前呛声,魏少则推了球迷一把,联盟今天宣布不会惩处魏斯布鲁克,而那位疯狂球迷则需要负法律责任并且遭竞赛。 昨天赛后魏斯布鲁克正准备走下场,却出现一名身材壮硕的球迷挡住他的路并对他大声叫嚣,魏少第一反应就是推了球迷一把,随后球迷就没再继续靠近雷霆其他球员,保全人员裁判也纷纷上前。 事后被问到推人是否是当时唯一能自卫的方法,魏斯布鲁克肯定回答,当然,联盟经过调查之后认为魏少并没有继续做出挑衅行为,也没有侵犯到球迷将不会被罚款。 而那位疯狂球迷就难逃责任,根据ESPN报道,他已经收到传票将负法律责任并且不能再进场看球。 魏斯布鲁克没联社。 魏斯布鲁克肯定回答